15岁的尤存孝 享受单纯的中学生涯 参与2015年 法皮如水精湛演绎后 让他打开不同的视野 我觉得他应该不如人群 所以参他学了 以及跟这么多的师伯 师姑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善的能量很强 有利于他生生和世世 首次接触大团体 他要学习手语 尤存孝 态度认真 也从原本的陌生 到后来懂得与人沟通相处 我从原本的不习惯 然后就是慢慢地观察别人 方面慢热 然后过后就到这个阶段 最后这个阶段 跟大家可以打成一片 他是一来 我就快点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练手语 这样子是会召大家一起来练 不识气再谈天 他会 他很认真的学习 他也不会说玩玩这样 他跟全部师姐都很合得来 吃了来吃 尤存孝 原本理直气壮不善解 常会埋怨婆婆 不懂她的心意 我会发脾气后就是讲她 我都会跟你讲 我不喜欢吃 我这么多还要煮 直到她接触佛法 从中体验和思考 打开了心胸 尤存孝才学会善解包容 阿嬷 抱歉啊 可是孙江头还是他乖 情绪一来到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的气缓和下来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用他一生一世 上人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景文 通过歌唱的方法 捞音在我们脑里面 我觉得这个方法 已经在我身体 身上也已经实现了 青少年参与金藏演义 串腿改习气 涮的力量 影响一生一世 大爱新闻 饶宜论中建民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 祝福生上不如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